丹江大学获得教育部补助两届USR计划的案子 校方如何来推动 其实他们是透过了举办计划成国栽 其实目的就是希望让师生们能够更加了解 进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教育部从106年推动大学社会责任USR实践计划 107年度 丹江大学获得教育部补助两件USR计划案 分别为议员复始万项更新 淡水老街再生计划 以及淡水好生活永续生活圈营造计划 因此为了提升全校师生对于USR的计划了解 并且促使更多师生积极参与 日前校方更在校园当中举办计划成国展 因为淡江的大学社会责任 就是要让所有的来淡江就学的学生 对淡水这个古城有更深入的了解 因为深入了解在地化之后 他就能够从淡水里面找到新的生命 对淡水的所谓的创新文化的一个提升 把过去的文化加上现代的科技 现代的理念使得整个淡水跟淡江能够结合起来 那我想这是一个大学社会责任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款 副校长表示这项成国展 不只是对于淡江大学相当重要 要更对于这一座淡水文化小镇意义重大 现场展示主题为淡位创生编织役 展出107年度 获得教育部补助的USR计划成果 以及影片播放超过五到六个项目 对此淡水区长也到场参与 并且肯定淡江大学在淡水所做的付出 各个学院都有参与 然后融入我们淡水的这些社区学校地方种种 那今天看到这那么多很丰硕的成果 就非常不简单 那我们希望说 以淡江大学那么丰硕的这个学校资源 能够带动不只是地方的这些美学 这些实用性的东西 把这些更多的这些创意的东西 带到这个我们地方社区社团 甚至学校里面 所以我们常在讲的 希望大一进来是淡江人 但希望大四出去离开了学校 因为在地的认同 他变成淡水人 所以我们说大一淡江人 大四淡水人 这就是透过USR的一个计划 使得所有的师生在淡江 扩到淡水甚至到北海岸 区长表示看到淡江大学各学院 都有参与USR计划 能够与淡水在地社区社团集合 达到双赢 校方表示学生透过发现淡水过去的文化 并且透过社会责任计划 把这些项目展现在大家眼前并且推广 让淡水与淡江大学可以结合提升在地的价值 让学生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成为淡江人 大四毕业之后 徐徐在在成为淡水人 记得许多一淡水采访 报告报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